Please listen carefully 来一刻周知报进入了五月 那之前呢有提过五月一号是日本这个年号要改成令和 那之前我有提出了就是大家来猜猜看谁会是第一辆令和的产品 结果呢没想到Toyota Supra很刚好的延后了上市发表的时间 延后到这个五月中啊 那么呢就很有可能它将是令和时期的第一辆跑车 那另外呢在国内这一周呢有去参观了这个计车零配件展AMPA 那过去呢我曾经看过了好几年啊 当然也有许多是创意跟改装有关系的这些零配件 只可惜这些东西如果以国内现行法规的话呢 都不能够实际的合法安装在车子上面 你可以卖但是你不能改装 这一直是我觉得这个零配件这部分呢 在国内法规相当奇怪的一部分 而另外呢我看到这个我们老朋友行径科技 CMobility呢这次发表了这个全新的作品 把它这个电池的动力相关的东西呢放入了古董车里面 它展出了一辆1960几年的一辆这个Camaro 现在里面已经放进了电池动力 那当然这是一辆原型车 那实际上呢接下来会送去美国参加这个CMAR Show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重点 这是让一般人能够快速的了解这件工作在干嘛 这一次它重点发表一个积木概念这个电池模组 而且很明确的把这个形态展示出来 你除了从这个本身的这个一个一块积木呢 也可以延伸到各种不同的形状 那也表示呢未来 它也确实要把这个电池跟这个电池模组呢 然后应用到这个可能是工程载具 或者一般大动交通工具 那这个呢就表示 这几年应该在电池动力 与这个传统内燃机制方面呢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这一周呢另外再来进行一个开箱 这次来一个三辆的这个TOMITEC 第一组 这次TOMITEC出了这个两辆的法拉利的DINO26GT 跟GTS 那同样的这个TOMITEC呢 它这是用礼盒版的 而里面呢也会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几点卡 跟一些日文的一些介绍 那当然这个礼盒版呢 就是会有一个塑胶盒 拿出塑胶盒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玩具的实体拿出来 这次呢除了它是全部可开 这是TOMITEC最主要一个卖点之一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授权 这次法拉利呢只授权给这个TOMITEC TOMITEC所以说它名义上 照理说就只能在日本贩售 国内呢国内总代理也没有这个权利能够贩售 这法拉利相关的商品 因此现在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抢手热门 那当然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就赶快让各位跟各位分享 那另外呢还有一款就是大家更熟悉的就是这个 法拉利F40 那F40的话呢这次也是可以做全可开 那它可以从前面跟后面引擎盖的部分都可以开启 所以说它会有一些细节方面的会比 这个所谓的一般的1.64的这个细节啦 再更为逼真 那这次我特别在把30年前 我自己个人的玩具就把它拿出来 一样F40过去可以看到历史的痕迹 虽然说那时候的Matchbox做得不错 再看到现在的这个F40啊 可以知道现在的收藏家是相当的幸福 因为现在车子可以非常的精确 真的觉得现在的技术真的是突飞猛进 而且它重点是1.64全可开 真的就只有这个TOMITEC 可以做到这个全可开 而且不容易坏 而且它也是可以撸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最后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我这次的抽奖 能够拿这个TOMITEC来抽 但是你们这些坏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我还是有找到一个跟法拉利相关的 这个也有 我知道也很多人想要这个 这个是USB的这个随身碟 但是法拉利钥匙的这个造型 拿出去夜店应该可以骗到一些人了 那这个只有一组 只有一组那一样 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然后记得你们的版面要设定公开 公开这样我才确定你们有分享出去 我才知道你是谁 我是兰尼克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